北京忧虑 内部再出张国焘 王明氏高官 台湾前国安高官已携带机密 叛逃大陆 三大中资电信商负已失败 将正式从永交所退市 阿斯利康疫苗引血栓余力 英国建议40岁以下选用其他品牌 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5月7日 欢迎收看第三期万维独报 我是Cherry 5月1号 中共党媒求是杂志发表了 中共政协副主席 党组副书记张庆黎的署名文章 维护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 事关党的兴衰成败 学习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体会 文章传递出的信息是 维护习核心 与习核心保持高度一致 是极其重要的 就像当年以毛思想为指导一样 而背后的意味不仅仅是将习毛并列 更透露出现在中共党内并不团结 甚至出现了分裂现象的内幕 时兵人士周小辉发文对此分析 党媒上的这篇文章极其罕见的 已中共早期领导人张国焘 王明 作为分裂 要挟中央 把个人凌驾于中央之上的反面粒子加以抨击 并称彼时在经过与他们的斗争后 全党才进一步深刻认识到 维护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的重大意义 并成为自觉行动 此后通过整风运动 中共才加强了党中央的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即统一在毛太阳的领导下 周小辉在评论文章中指出 撒谎成性的中共对于张国焘 王明的定性和抹黑 同样是不可信的 张国焘 王明一个看清并脱离中共 一个揭露毛 而这应是他们不限容于中共的主因 也是很少被中共公开提及的原因 文章认为 如今据说是胡锦涛亲信的张庆离 在效忠习的官样文章中高调提及这两人 或许是在暗示当下中共党内也有这样的高官 而且应是之前或线下掌握重要权力的高官 他们不尊重不服从县中央领导 没有能做到四个意识和两个维护 甚至正意图分裂中共 要挟最高层 文章设想目前最有可能成为张国焘王明一样的高官 包括正与习博弈白热化的江派人马 曾庆红 孟建柱 公开暴露与习分歧的王岐山 时不时与习唱反调的李克强 吹捧习实则是高级黑的王沪宁 看似不作为实则心下盘算的栗战书韩正汪洋 文章认为不管是谁 张姓黎文章传递出了担忧之意 还有就是对张国焘王明氏的高官 中南海不会手软之话外音 台湾国家安全局报告 前上校出纳组长刘冠军因侵占巨额公款 2000年潜逃出境下落不明 近日发现刘冠军疑似将当年负责的 机密外交专案文件交给中共 以涉投敌罪罪嫌 因此依法向台湾高等检察署提出告发 据新头核报道称 前上校刘冠军在职期间担任台湾国安局出纳组长 负责管理秘密情报活动 奉天宇当阳等专案经费 涉嫌利用植物质变侵吞进2亿元新台币 2000年8月 法务部调查局洗钱防治中心调查 认为刘冠军的财产来源极为可疑 准备展开逮捕 但刘冠军疑似用国安局工作护照 抢先一步潜逃出境 外界推测极可能潜逃加拿大 但国安局最新证实他逃往大陆 在刘冠军潜逃两年后 清中媒体突然爆出台湾的奉天 当阳与明德等三机密外交专案文件 国安局近日重新检视两者关联 惊觉外泄的机密文件上 竟有刘冠军办公室专属的 影印机扶水印代号ET28 显示他携带机密文件 正引本投共被吸收为间谍 因此2月在增列投敌等罪喊 送高检署 4月发布通缉 投敌罪最重可处死刑 调查还发现 1995年至2000年间 刘冠军除了将公款存入自己账户之外 还豪置一元买股票 豪宅 象牙 名表 珠宝 高尔夫求证 以每股50元 总价值500万元新台币 购入台积电股票100张 而20年后 经过配股配息 以滚成约200张 每股价格更以高达约600元 总价值约1.3亿元新台币 由于近日台股连日大涨 一次有刘家人透过渠道 想讨回被查扣的台积电股票 市邻地检署察觉有意 立刻向市邻地方法院申请没收 刘冠军在职期间负责的机密专案预算 分别是国安局编列专供元首使用的 秘密费用奉天专案 及奉天专案向下编列 以学术合作支援外围单位的当阳专案 对美日外交的明德专案 这些机密外交文件 揭露台湾秘密外交专案经费 途径与对象 重创国安与侵害秘密外交人员安全 消息没有提及 刘冠军在台湾失踪 以及叛逃中国大陆时间等进一步消息 中国三大电信运营商上诉失败 预计纽约证券交易所将很快遵守 前总统川普的投资禁令 以及现任总统拜登的 最新审核对这三家公司强制摘牌 中国移动有限公司 中国联通有限公司和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 5月7日各自表示 纽约证交所委员会维持了纽约证交所监管部门 重新启动本公司美国存托证券ADR下市程序的决定 他们预计纽约证券交易所将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申请 允许他们的美国存托证券进行退市 退市将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收到通知的10天后生效 退市意味着这中国三大电信公司被纽交所强制摘牌 投资者不能再通过纽交所买卖这些股票 纽约证券交易所定位发言人拒绝发表评论 前总统川普去年11月签署了一项行政令 禁止美国人投资 美国政府认定的帮助中共军方 情报和安全部门的中国公司 也不能投资其相关金融产品 该禁令将在1月11日开始实施 投资者必须在11月之前减持完毕 目前的黑名单涵盖35家公司 包括能源 航空 运输和技术等行业 这些公司并没有全部在交易所上市 美国财政部计划将名单扩大到这些公司的上市子公司 纽交所在1月份的一番来回波动后 最终确定将这三家中国电信公司除名 在拜登宣示就任总统后不久 这三家公司上诉要求大委员会审查之一决定 但拜登继续执行前总统川普去年11月公布的 《中国投资禁令》 即限制美国投资与中共军方有关联的中国企业 这成为了委员会维持原有决定的一大因素 华尔街日报报道说 退市对电信公司的实际影响不大 一般而言 投资者可以在公司退市前 在纽交所出售所持的美国存托证券 或者将其转换为在香港上市的普通股 这三家中国电信公司的美国存托证券 自1月11日以来一直被暂停交易 但他们的香港股票仍在继续交易 大型投资者已经能够换取港股 这三家公司7日表示 投资者可以通过纽约梅隆银行 将未到期的美国存托证券换成港股 同时有报道指 来自中国大陆的买家也在增持这些公司的股票 英国疫苗接种和免疫联合委员会 5月7日表示 阿斯利康公司和牛津大学合作的新冠病毒疫苗 出现极少数血栓病例引起愚异率后 建议尽可能让40岁以下的民众 选用其他疫苗接种 根据英国药品和保健产品监管局的数据 截止2021年4月28日 有242人在接种阿斯利康疫苗后出现血栓 这些案例发生在141名女性和100名男性身上 年龄介于18岁到93岁 总死亡率为20% 已有49人死亡 其中有6例是在施打第二季后报告的 英国疫苗接种与免疫联合委员会主席林伟胜说 我们正在根据英国感染率和监管局提供的 接种疫苗后出现血栓和血小板数过低的 极为罕见事件的最新信息 以继续评估新冠疫苗的利益与风险 林伟胜说 随着新冠感染率得到控制 我们建议向没有潜在健康问题的18到39岁的成年人 在有疫苗可供应 而且不会造成延后歇数的情况下 提供阿斯利康疫苗的替代方案 林伟胜表示 该建议是针对英国目前的情况提出的 并最大限度地利用了现有的疫苗组合 替代疫苗的供应包括辉瑞和莫德纳疫苗 英国药品和保健产品监管局首席执行官 琼·雷恩博士表示 利益和风险评估显示 阿斯利康疫苗对老年人非常有利 但对年轻人来说则较为微妙 我们建议民众在考虑使用该疫苗时 应考虑到这种不断变化的数据 欧盟药品管理局要求阿斯利康提供更详细的信息 好了 以上是本期望为独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点赞和转发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